3月17日,在將軍澳運動場舉行亞洲足協盃H組的賽事 由主場新界地產和富大埔迎戰來自泰國的泰港 大埔上場作客新加坡的牙龍聯打和1比1,演出獲得好評 今場繼續起用南美安基斯這班援將壓陣,採取主動踢法 加上前線攻擊力,中場由蘇萊強領軍組織攻勢 需要幫助球隊在主場全取3分 比賽開始,泰港首先開球 上半場開球初段,兩隊互有攻守拉成軍勢 泰港的奔衫在禁區頂附近,空頂隻一腳抽過去 李漢漢反應有快橫身撲出 接著大埔攻勢,蘇萊強接應隊友全球後大腳斬中路 試劍在這個頭槌一頂,可惜一偏離目標 去到24分鐘,泰港這個攻勢嚇到大埔球迷一壓汗 杜漢通雙徐解圍不遠,查古迪體準機會凹射空洞 幸好在南美神組補好位置將一波解圍 還在泰港的攻勢,這次邊路球員連過兩關傳到中間 古迪洛升高一頂,龍門救不到,幸好龍門處救老友 另一邊是大埔的反擊,23號葉佳在右路傳到中間 對方龍門出形,手脫腳的差點下落 去到42分鐘,主場作戰的大埔出現第一個黃金機會 這球蘇萊強接應隊友全球之後不選擇攻勢 而是傳美中間再接近龍門的導漢 都其一頂,幸好龍門飛身奮力救出 這球大埔各球攻勢,令龍門口前一片混亂 看看吧,好像有少許手球的嫌疑 之後大埔禁區邊的罰球葉佳處理得好像籃球一樣 結果雙方半場就這樣打和0比0 下半場開球僅僅3分鐘 中場蘇萊強拿球之後被嚇到球員一腳踢跌 但球證沒有任何表示示意,比賽繼續 泰港快一場傳急攻 查古迪在禁區邊拿球之後,母兩母見到古迪落埋位 傳領他初過香蕉球,凹射了導漢套 1比0落後的大埔開始全軍壓上加強攻勢 可惜先後兩次埋門都未能造成任何殺機 蘇萊強這球扣順,左腳大力抽射 可惜完全未能命中目標 看來需要調整緊張狀態 雪上加霜,南美更在稍後時間湧戰相出 原場階段安基斯,左路突破傳給中間的史建威 可惜這球史建威操心大小 未能為球隊追成1比1 最終作客的泰港1比0力克 新界地產和富大埔全取3分 賽後發佈會上,大埔教練將武昌 都分享一下對於雙線作戰的看法 下個星期我們作客在越南 我相信我們要先看一看含於雙勢 還有我們在星期六有場聯賽 我們會先應付聯賽 我覺得如果要我們這群人 打足這麼多場球 我相信就很困難 任何一隊球都很難做 甚至萬人都要應付聯絡 我相信 但我們後備力量是還有的 我們青年球員 我相信我們尤其今天出了阿鮮盛進 他出來的表現都不是太差 我希望我們球隊的青年球員 都把握好一個機會 可以限制到我們來的比賽 現在大埔兩場比賽一合一負 不知道大埔隊出線的前景 有沒有信心呢 我想言之過早 其實我們仍然有這樣的能力去取得分數和出線 其實雲寬了其實我們對了兩隊球 還有一隊是越南未對的 其實大家的實力 我覺得不是相差得太厲害 不是相差得太厲害 我相信我們好好去部署 我們接下來的作客 和這兩場比我們來的主場 我想我們都有信心去爭取出線 謝謝 謝謝